他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他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他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国会众议院常务委员会 今早投票赞成保守党的行为是属于延期国会 有可能触发秋季大选 家国CF18战机 今天在利比亚领空 执行护行任务 卡达菲施主席者 在绿色广场抗议多国和利比亚进行空袭 日本地震死亡及失踪人数 多达2万人 二位队今天 陆续向核反应堆的3号和4号机组注水降温 欢迎收到星期一的晚间新闻 刘家欣新闻的详细内容 省警今天公布皮尔区 卡列登镇上周四晚发现一个女尸的身份 死者是来自丫省 托加利的20岁女子 Kera Freeland 死者生前是一名伴有女郎 安省省警已经证实 死者失踪前的几个月 一直都在多时居住 死者的尸体是在上个星期四晚6点钟左右 在卡列登镇郊外的一条坑渠 被一名缓步跑的人发现 安省省警刑事罪案调查组 在接报之后迅速开展调查工作 包括在现场进行搜索 和向当地居民查询等 省警表示 监于该中案件的调查 仍然处于初级的阶段 现在谈论死者的死因 仍然是言之过早 WOW TV 赵永恒报道 针对保守党政府的听声会 今早终于有了初步结果 国会众议院常务委员会投票赞成 裁定保守党政府的一系列行为 是属于藐视国会 委员会已经起草报告 并会在今晚将最终报告 提交给国会众议院 委员会这次历史性的投票结果 将会有可能最早在 这个星期稍后的时间 导致联邦保守党政府落台 这次的投票主要是针对保守党政府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出方面 例如计算财减企业税支出 打击犯罪 以及买入F-35战机等门报数字 常务委员会保守党议员 对这次投票表示不满 并说会写报告向众议院抗议 至于保守党国际合作部部长小田 指示下属修改政府公文 并向国会讲大话一事 委员会将会另外起草报告 并最迟会在今个星期五 上交给国会众议院 WOW TV 赵永恒报道 虽然反对派集中火力 攻击联邦保守党政府 在一系列政策上门报支出 不过根据最新调查显示 保守党依然以3成9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 根据Nanos Research 民调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 针对今年的秋季大选 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 已经拉开其最大竞争对手 自由党11个百分点之多 案件民调公司表示 如果现在就举行大选 结果将会和2008年的大选结果 非常一致 而在总理候选人 能不能升任方面 现任总理哈帕的支持率 虽然较上个月下降了7个百分点 但仍然以29.80% 排在他后面的就是新民主党领袖林顿 支持率为15.9% 而叶礼庭的民意支持率为12.5% 持续下降 紧列第三位 华TV 赵永恒报道 本国财政部将会在明天 公布本长年的财政预算案 财政部长弗莱雅帝表示 新的预算案将会包括一部分刺激经济 以及帮助就业的支出 弗莱雅帝说 新预算案的重点仍然将会摆在削减赤字 努力实现政府收支平衡的一方面 另外预算案还将会增加一部分新的投资 有消息指 弗莱雅帝这次提出的预算案 前景并不乐观 如果反对党派一致投票反对新的预算案 将会有可能引发新的大选 WOW TV 赵永恒报道 加拿大空军的CF-18大黄蜂战斗机 今天进入利比亚领空 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在利比亚設立禁飞区的行动 这次出动的本国空军战机 由意大利特拉柏尼空军基地起飞 为盟国军炸机执行部位任务 但并没有立即参与攻击行动 但一旦众议员通过讨论确定的具体时间 加军将会在最早今晚开始执行轟炸任务 除了这次派出的6架CF-18大黄蜂战机之外 自2月份利比亚局势动荡以来 加拿大已经在利比亚的邻国马尔他 部署了一架C-17战机 两架C-130J大力神军用运输机 以及一支13人的侦察小队 在利比亚海域部署了 再有240人的夏洛特敦号户围栏 WOW TV赵永恒报道 国际方面 西方多国继续向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 利比亚武装部宣布 昨晚9点开始全面停火 并停止在利比亚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 不过美国方面就表示 不承认有停火声明 但美国国防部长蓋茨就说 将会在未来几日里面 将空袭利比亚行动的领导权 交给英法或者北约组织 英国国防部表示 21日清晨在地中海的 特拉法加级潜艇发动第二波 以战斗巡航导弹攻击利比亚的防空系统 美军高层表示 联军连续两天空袭和轰炸利比亚 已经成功重创卡达菲政府的防空力量 并已经有效地在利比亚领空 设立禁飞区 在反对派控制的东部 班加西市 设立了一支空中巡逻部队 阻止利比亚政府军战机 继续空袭平民目标 美国国防部长蓋茨强调 采取今次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 是在利比亚领空设立禁飞区 保护该国的平民 而不是要推翻卡达菲政府 中弹的卡达菲官邸行政大楼 距离卡达菲 惯常用来接待外奔的大型帐篷 只有50公尺 整栋被以为平地 利比亚指没有人伤亡 早前美军表示 多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重创当地防空能力 利比亚空军已经暂停活动 之前卡达菲扬言会与西方联军打持久战 利比亚政府军发射防空炮火还击 WiO TV 赵永恒辅导 昨天大批卡达菲的支持者 在利比亚首都迪黎玻璃各处举行集会 抗议多国部队对利比亚进行空袭 在迪黎玻璃的绿色广场 大约1000名卡达菲的支持者举行集会 他们首具标语 上面写着我们绝不屈服 以及我们要是要胜利要是死亡 他们还不断向空中鸣枪 对联军空袭表示抗议 并表示利比亚已经准备好迎接战斗 同一日部分利比亚民众 在迪黎玻璃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 参加葬礼的民众不断向空中鸣枪 并挥动手中的旗帜 以表达对卡达菲的支持 以及对多国部队空袭的抗议 另外在卡达菲位于迪黎玻璃的住所 压齐齐压兵营外 几百名支持者20号抗议多国部队的空袭 尽管晚上天气寒冷 这些支持者仍然决定攀带家眷在露天过夜 以表达对卡达菲的支持 WOW TV 赵永恒报道 接着转看澳洲方面的消息 近日澳洲新南威尔士州 连续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 导致当地多条主要道路被浸 农田被毁 据当地气象河家预测 悉尼及周边地区 未来24小时内仍然会继续有雨 历史洪灾 导致新南威尔士州地区一片汪洋 洪水中街道吞噬 大量农田被浸 不少车辆被浸在水中移动缓慢 另据路透社报道 政府还向一些处于危险地带的公立学校 发出洪灾警告 提醒那些身处危险建筑内的人群 做好预防措施 另外 当地警察还在澳洲东南部港口城市 五轮共击一座排水溝内 发现一具蓝丝 警方调查后怀疑死者是被浸死的 截至目前 连接悉尼周边地区的多条高速公路 都出现严重的击塞情况 而与此同时 悉尼机场也受恶劣天气影响 航班升降困难重重 据当地气象河家预测 悉尼及周边地区 未来24小时之内 还会继续遭受暴雨袭击 在今年1月 澳洲困市兰州 遇上严重洪灾 影响当地大约20万居民 造成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 日本方面的消息 日本警察厅今天宣布 自至今日 日本东北部海域 发生强震及引发的海啸 已经确认死亡人数 造成8,690人死亡 12,800人失踪 日本示威队今天 继续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3号和4号机组 进行注水工作 目前 除了还未稳定的3号机组之外 其他几个机组的情况 都已经有所好转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示威队和消防队员 今早继续进行 对3号和4号机组的注水工作 其中 向3号机组的连续注水工作 由昨晚9点半开始 持续6.5小时结束 今天上午 13架消防车 一起对4号机组 进行约2小时的地面注水工作 其中 12架消防车来自日本自卫队 还有一架消防车来自驻日美军 总计注水量约有90吨 另外 今天上午11点36分 通往福岛第一核电站 5号机组的供电电缆接通 之前5号和6号机组的冷却系统 已经恢复正常 发燃料水池的温度 也都比较稳定 至于1号和2号机组的供电电缆 也正在抢收 冷却系统有望恢复 日本防卫大臣 北扎俊美昨天说 示威队连续两天 乘在红外装置对福岛第一核电站 各机组的表面温度进行监测 结果显示 6个机组的表面温度 全部低于涉时100度 这样意味着 各机组忽燃料 始终都有水存在 连续几日的注水工作 取得成效 但预计 即使这次核电站事故 得到妥善解决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6个机组 仍然会全部报销 福岛核电站辅射的影响继续扩大 有更多日本原始的农产品和自来水 验出含有放射性物质 原政府要求农民 停售和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 而政府就禁止4个院的农产品出口 随着对食品持续检测 日本更多地区的蔬菜和牛奶 被验出含放射性物质超标 其中 池城院北部的日纳市 露天更重的菠菜 平均每公斤含点5.4万倍克 下日本标准的27倍 色的含量下1931倍克 接近日本标准的4倍 而千叶院屋市的糖糠 群马园衣石骑士的菠菜和高骑士的介菜 都验出放射物质超标 福岛园宣布 园内距离第一核电站30公里的4个地方的牛奶 受辐射污染 范馆村生产的牛奶 点的含量是日本标准的17倍 福岛园要求园内所有奶笼 停止出售或自己饮用 这些受污染的牛奶 而范馆村的食水 也验出点含量是正常的3倍 厚生省愿意该村3700多名居民 不可饮用自来水 原政府就为居民提供矿泉水 而日本全国验出自来水 有放射性物质的刀院 由6个增加到9个 不过世卫西太平洋地区发言人 科丁尼就指 日本多个院的农产品 发现有放射性物质 问题较当初预期严重 因为最初他们认为 只会局限在核电站 方圆20至30公里内 建议受影响的地区 不要出口农产品 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指 日本大地震和海啸 将令日本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减少0.5个百分点 最后重建工作需要5年左右 报告指 日本地震和海啸 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随着重建工作展开 经济增速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回升 预计重建需要5年的时间左右 报告说预计日本地震 损失在1230亿美元 至到2350亿美元之间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至4% 保险业的损失 在140亿美元 至到330亿美元之间 预计政府在本财年 会投入12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 下一个长年的投入会更多 报告认为 日本消费需求 以及工业生产的短期回落 会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系 产生不利的影响 不因为日本在东亚 产业链中的位置十分重要 例如韩国一些电子厂商 发现芯片价格上涨了两成 一些亚洲其他国家的汽车生产商 也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 面临零件短缺的问题 WOW TV 赵永恒报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 在稍后方明中会报道 日本食品受到辐射污染 不少香港家长担心供应受影响 考虑为优移 专用其他地方生产的奶粉 有香港海产批发商 改由其他地方进口食材 相信价格变动不大 我们下期的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